嗨,我是可恩 Samsung Galaxy S24 Ultra 我用了一个星期 用后性的火吐出来了 耶! 这支影片呢 我会针对S24 Ultra这一台机 去看它到底值不值得买 对比上一代S23 Ultra 看一下变化在哪里 解答网友们的疑惑 亲自测试AI功能 看一下是不是真的这样聪明 最后 来对比iPhone 15 Pro Max 看一下同样都是5倍光学变角 到底谁变到比较好看呢 前往最前特别应该就是我的啦 先收藏慢慢看 S24 Ultra外观 我在上一集发布会上手 就已经给你们看过了 好不好看呢 这是每个人的taste 但是 跟S23 Ultra有没有分别 是没有的 背面一毛一样 从S22开始就已经是这个类似的设计了 方方正正 上下短视频频的 镜头排列方式一样 连喇叭也是依然在底部的左边 所以打游戏的时候 依然会挡住喇叭的 S外面也是没有太大的变化啦 那哪里不一样呢 就是边框罢了 S24 Ultra用的这个是 Titanium的边框 那Titanium的手感呢 其实就会比较好 最大优点就是它不沾指纹 除了材质这点呢 握持手感跟S23 Ultra 我是feel不到有什么太大的不同 但是S24是有比较好了一点的 屏幕换取了直屏嘛 这个直屏哦 是一点点曲率都没有的啦 如今连Samsung都不玩Curve Screen了 是不是说曲面屏的时代即将过时 尺寸对比上一代是大了的 它黑边就更窄哦 看video的沉浸感也会更加强 然后2K分辨率LTPO屏幕 120Hz的高刷还有亮度2600nits 所以S24 Ultra呢 它一共有Titanium Black Titanium Grey Titanium Purple 跟Titanium Yellow 四种颜色 个人认为哦 太灰色是最有质感的 就是最接近Titanium原生颜色的那一种啊 不不叻 就是很深很深的紫色 在室内一看哦 甚至会变成蓝黑色 黄叻就是那种很奶很奶那种马卡龙色 接下来就轮到实测Galaxy AI的功能了啦 很多人就应该看过发布会上的demo 但是那仅仅只限于官方demo 到底它是不是真的这样厉害呢 今天我就直接真实测试给你看看 它有没有这样聪明 主打一个诚实不骗 首先呢我们要知道的就是海外版本 比如说我们马来西亚 用的AI供应商就是Google 但是中国版本用的供应商叫做Fidu 第一个AI功能一圈马上search 这个功能通常就是用语哦 你看到人家包包很美 然后你又拍写问人家的时候 你就可以找同款 隆重介绍 这个是我的Dior包包 拍一张照片 这个这个角度 长按 把它圈起来 看一下懂不懂是什么包 你看 叫做Bobby East West 3 这个就是我包包的名字 我自己都不记得了 然后它就可以出价钱 然后你哪里可以买到 然后这个就是我的那个Insect相机 全名叫做Insects Mini Evo的 但是它就是长得跟Insects相机一模一样的啦 所以看它认不认得到 讲成我自己都不懂它是什么来的 圈 你看 Insects Mini Evo 还有这个角度口拍的是一模一样耶 850块 对 它就是850块 喂 真的有要求Creator Award 这个这个 没有logo的 Tyson Tyson 你懂这个是Tyson的 Tyson只有 只有Tyson长这个样吗 我们想到一个更绝的东西 我们手上有两台MacBook Pro 一个是M2的chipset 一个是M3的chipset 这个黑色它应该认得到 没有啦它认不到啦 你看MacBook Air马出来 MacBook 2022也是出来 MacBook的设计根本没有变过 对 所以我自己都认识到它怎样认到 这个是什么来的 很像那个头上种的 喂 Somi ALC Lens Hood 胶段 写了70-200 只有70-200是这个样子吧 这个Size 哦 Internet就是修图AI OK我现在示范Crop2给你看啊 不是Normal的Crop2啊 然后点这个三颗星星 然后我就可以把这个人 我放在这边 然后我缩小 然后我按Generate 它就会哦 把我要的这个人搬去这里出现 然后这个消失的这一块 就会自动填补成它原本的样子 看到吗 是不是我完美 就好像这个小朋友 他从头到尾就是在这边出现的 他没有出现过在这边的样子 哇 你看 银子的有带 银子啊 银子它都弥补了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把拍歪了的图把它转回回来 同样的功能你按Edit 然后你按这个 三个星星 这个就是它AI功能 转正回 我就特地选这个背景哦 比较多直线啊 栏杆的那种位置 看一下它能不能完美的把那个线条弄回出来 直直这样子 OK 出来了 是没有东西的吗 原本 但是我修了 它就把这个栏杆 凭空的做出来了 然后这一块 也是它凭空造出来的 你看这是增加的 它不会就是吐出来一点 然后平时我们用美图秀秀 一定是吐出来的 这边我们再示范一个 如果你不小心开到水硬的话怎么办 我一样把它转过来 那水硬飞上去了会 哇 手都出来了 手 手掌都出来了 OK 我们现在来处理这个 我们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圈起来 这个是我们不要的东西 OK 它会自动select嘛 然后还有一个Eraser Eraser 然后再Generate 就是把那个水硬都拿掉 那 水硬都没有了啦 第三 AI翻译 这个功能是万种主物的 也是Samsung可以上前的一个功能 就是让你可以实时打电话给你的外国男朋友 他讲他的语言 我讲我的语言 然后 AI 帮我们翻译 这个功能真的旅行很需要 而且三岁也讲了 这个功能只限于免费用到2025年底 也就是说你要用就快点 因为2025之后你就要给钱了 但是咧也有两年时间啦 可能两年之后你就会换到S2 C6 Ultra了咧 但我要跟大家讲 AI software本来就是要收钱的 什么文身图啊 图声纹啊 Mid Journey啊 Novel AI啊 Sable Diffusion 甚至之前很火的 每个人都在玩那个换脸 就是放了你的照片 就变成AI样子的那个美图秀秀 都要给9块9咯 所以收费是合理的 OK 现在我已经打通了 然后这边有一个button叫做 Call Assist 然后按进去 看到这个Live Translate的这个功能啦 然后在这个时候咧 我们就可以选 要什么语言 就是要中文的 然后另外一个人 讲英文 他就已经开始翻译了 看到吗 请问你这边是那个 呃 吃东西很好吃的餐厅吗 Is there a restaurant where you eat delicious food time? My restaurants definitely serve a very good Quality of our fruits Band of what kind of food are you looking for? 我的餐馆肯定吃了非常好的食物 这取决于你在寻找什么样的食物 我想要找那个日本牛郎啊 然后我要头发卷卷的 戴眼睛 然后瘦瘦的 然后他喜欢吃三文鱼的 这是我们最受欢迎的人说的 但你得先给我存200欧元 这个自动Sumorizer 自动成句子 这个功能呢 就是可以成功 让我从一个月份 一个英文不好的人 直接变成一个英文好的人 OK 比如说这一篇文章 哇 很多字喔 哇 很长喔 很长喔 不用紧 点这个三个点点 然后按Sumorize 它就会这层poi form给我耶 就缩短它 变成poi form而已 然后英文字 嗯 我还是看不懂 Translate 变成中文 OK 我就懂它整篇文 在这样短的里面 就已经看完了 接下来这个更牛 就是说我现在 我要send message给我的朋友 然后我就约 我就打keyword Badminton 7点半 在challenger court 然后叫人家bring sport shoe canbring plus one 然后问人家有没有extra racket 然后我就点这三个点 然后我按writing style OK 这个时候你就看啊 这个是我的原文嘛 你就可以选成professional 就是它会换一些keyword 比如plus one is welcome extra racket 变成spare racket 然后casual hiking 你看 Hey 还有 Hey wanna play some badminton with me 然后如果是social 这是拿来post东西的 就会放emoji 如果是polite的 就是优雅 Would you like to bring an extra racket 你看它极厉害 语助词都写买出来 帮我很好的去问我朋友 Hey 我是英文很好 不会grammar也不用经养 OK AI功能就示范到这边 本来我是要选一个AI功能来讲 但是我发现 每一个功能我都很喜欢的 目前大概没有一台手机 是可以做到这些东西的 Samsung S24系列它的外形没有变啊 最大的原因就是哦 Samsung把全副心思都放在AI这一块 OK 接下来到众头戏了 拍照对比iPhone 15 Pro Max 我已经提早去拍了几张照片了 在一个星期里面拍完了给你们看 首先很公平 以下的照片都是用5倍镜头拍的 两边就这样子看哦 其实感觉一样好 如果你放大一看哦 iPhone的捕捉能力真的强 移动中的小朋友也可以很sharp的拍下来 证明iPhone 15 Pro Max 对于移动物体的计算能力 是更好一点的 另外一个证明这点的就是 左上角的喷泉水 是不是有分别咧 下一张发挥都很正常 在白天的情况下面呢 两者还是修出了旗舰手机的水准 so next啦 这堆灯笼的话呢 放大来看是S24 Ultra的清晰度比较高啊 噪点比较少 尤其是影子下的地方 一张黄昏照就看到了 两款手机对于光暗的算法了 左边S24 Ultra对比度明显更深 压地有高光还有黑影 拍出来的热络就很有feel咯 iPhone 15 Pro Max始终还是比较注重原汁原味啊 好处就是可以保留更多人脸的细节 必要的时候呢 你可以后期压光一样也是有feel的啦 一到了晚上就是时候见真仗了 S24 Ultra颜色有点off耶 建筑物的黄色已经变得有点白了 而且感觉会有提亮照片 整个天国的照点有点多 相反iPhone 15 Pro Max的整体表现 比如颜色还原度啊 细腻度啊 噪点控制等等啊 感觉效果比较接近真实肉眼所见 新年肯定下牌烟花的嘛 这里不就多说啦 就跟大家讲一声 恭喜发财 六年行待遇啦 顺带就提一提 S24 Ultra的相机焦段内其实是蛮complete的 点一下0.6哦 它就会出现 0.6 1 2 3 5 10 30 最远100 你就可以慢慢玩哦 最后就是来解答网友们最疑惑的问题啦 第一题就是换了Titanium之后 它有比较轻吗 这一题哦综合询问指数是最高的 答案是 没有太大差别 我实际也拿上手了啦 真的没有太大差别 S24 Ultra 232g S23 Ultra 231g 才1g吧 你其实是feel不太到的啦 Samsung它不像iPhone 因为iPhone 14 Pro到15 Pro 它是从不锈钢到钛合金 这个差别其实是很大的 因为不锈钢是很重的嘛 但是我S23 Ultra它用的是铝合金 铝合金本来就不是太重的 所以到S24 Ultra的时候 它用这个钛合金哦 它的差别其实是没有很大的 因为钛合金它只是边框罢了 第二个 这些AI功能哦 Samsung旧机会有吗 答案是 会有的 只要通过升级One UI 6.1就可以了啦 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哦 Samsung会在2月底 推给S23系列包括S23 FE Z Fold 5 Z Flip 5 还有Galaxy S9 Type系列的 但是是不是完美可以在 这些旧机型上面用到咧 这个就要等出了才懂啦 毕竟AI功能就是 专门做给S24系列的嘛 其余再更旧一点的机型 这我就不懂哦 第三这个问题也是很多人问的 就是S24 Ultra它从10倍变到了去5倍变角 这个到底是升级还是降级 众所周知咧 S24 Ultra从上一代的12MP 10倍变角变去了50MP 5倍变角 对我来讲咧 升级 我本来咧就很少去演唱会 所以10倍变角对我来讲 其实是很少用到啦 第二 比如说这个是我的画面 50MP的5倍变角 那是今天咧 我要把它弄成10倍 我就会把它Clock in咯 这边我们用最简单粗暴的数学来算啊 50的一般有25MP 像画质是不是怎样都好过12MP 我自己咧 下了两台手机的10倍变角 其实远看咧就可以看出差别了 S23 Ultra它会偏向辣直 然后好像白萌萌的一片啊 而S24 Ultra就会更加干净 然后更加清晰 放大来看咧 噪点也比S23 Ultra是少的 但是哦 小小的字如果你正面来看细节 其实是很像的 该萌的它依然是萌 该清的依然是清 只不过S24 Ultra的计算法 确实是有进步了的 它认为布是滑的 所以它就让它变滑了咯 也可以理解成噪点就变少了 V2的话咧 同样10倍情况下面 还是S24 Ultra比较有啦 整个干净度就已经是Win了 所以你讲它有没有降级 我觉得没有咯 第四 主要拍演唱会的话 我应该选S23 Ultra还是S24 Ultra咧 只要看你平时看演唱会的位置 如果你是前排趴干的话咧 5倍其实就已经很够用了 还可以拍到8K的影片 如果你是山顶位的话 这样我投给S23 Ultra啦 所以这边就小总结一下 去看演唱会啊 追星啊 想要拍远远的东西的话 这样其实S23 Ultra就已经很够用了 你就不需要再升级了 但是如果你很常用到5倍 比如拍女朋友啊 去旅行的时候拍一下风景啊 这样子我觉得 你就可以直接上S24 Ultra了 第五题 S Pen需要另外买吗 不需要的 它是一set来的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从Galaxy S22 Ultra 就已经是免费送的了 好啦 关于Galaxy S24系列的 一星期测评在家解答咧 就到这边了啦 接下来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咧 你们可以留言给我 我看我可以回答什么 我就尽量回答什么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